和志工們一起種下坡洛秘書 再拿鏟子挖土回填好 新年新希望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和海天環境美化志工隊 以及市議員陳一 相約在2024年第一天元旦 到益鎮公園海門天險附近 種下兩棵坡洛秘書 期許收穫健康 種下希望竹夢基隆 希望2024年是美得雙全的一年 種下希望 收穫健康 竹夢基隆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新義區的陳一議員 還有陳老師 也是陳一議員的父親 特別跟海天志工隊的 我們所有志工夥伴們 我們今天在2024年的元旦 這一天下午 特別來我們中正公園這邊來種樹 我想格外有意義 所以我們也立下了一個標語 就是收穫健康 種下希望竹夢基隆 也就是我們最近陳一議員 在非常用心的穿針影線之下 我們邀請獨發處相關單位 共同來會看 讓我們這個中正公園的 這個運動空間跟平台 可以整理得更好 那我們長期呢 其實都靠這些志工夥伴們 在整理我們這個自己的家園 和自己的運動空間 那中正公園也是各區 我們民眾運動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域 那我想也非常謝謝獨發處 跟相關單位共同的配合 我們在今年2024年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公園的環境 整理得更好 讓更適合 現在的人的休閒居住環境 那我想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今天種樹的一個機會跟契機 我想就代表我們基隆未來的希望 大家看到這些志工夥伴們的 這個活力跟健康 我想也許下一個心願 大家都平安健康 那我們基隆市發展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這個義正公園 真的很多大哥大姐就是 平常都是退休了 然後都來這邊運動 那今天呢 也很感謝議長在擺盲之中 然後抽空來這邊種下一棵樹 那之後呢 很多志工大哥大姐 來這邊運動的時候 就會想起說 我們1月1號的時候 有跟同議長 一起來這邊來種樹 那之後呢 也會來維護這邊的環境 元旦種下的這兩棵 波羅蜜樹樹林大約4年 預計3年後就可以結出果實 童子偉在植樹後 也在樹上掛好紀念牌 特別感謝海天環境美化志工隊 任養這裡的環境維護 讓來這裡的民眾 都可以有更好的休閒運動環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